早期啊我喝的是不歸路 因为我当时的名言就是要喝就要吐 有一次喝高粱 三大两小 三瓶大瓶两瓶小瓶 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 哇想吐了 先吐这边口袋 口袋装得了多少 再吐这边 在工作上 好下车 不行 好难过 坐计程车 车子一抖 就这样一路到了家 就是回到家 我想回家不能让我爸妈看到 我就在家门口先把它搞一搞 然后一回家就 爸妈我回来了 为什么你会有哈林这个名字 哈林 是 这个外号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想了解 初中的时候 是 念那个私立中学 然后我们每天最大的娱乐 因为下课那时候要什么考 考什么高中什么很多 什么补习一大堆 我们唯一的娱乐 就是在下课跟晚上进修中间 可以打篮球 然后很喜欢打 然后打的时候就是很发泄 哇 在场上闹啊笑啊 有点耍宝的感觉 你们知道有个哈林篮球队 非常有名 我的朋友就觉得我打篮球很像哈林篮球队 像在玩 耍宝 就是在闹 投了球也投不进来 在场上跑来跑去闹来闹来闹来 你以前也混过舞厅 这个应该这样讲 嗯 我是去里面啊 切磋音乐 哈哈哈哈 我当年也就这样写 你也是这样 好像那我这理由太烂了 不是后来因为我个人也是很想做Rocker 啊真的啊 但是因为弹吉他我觉得太累了 是啊 我就算了 我还做舞棍 舞棍 没有当成Rocker 那对对 请问一下 你当年混的那个舞厅是在哪一带 我主要几家是这样子 希尔顿楼上 香槟厅 那一定要去 对对对 来来楼上 来来楼 水晶宫 水晶厅还是水晶宫 哦 那个我就没去过 嗯 然后呢 呃中央 中央中央 中央 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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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热闹一点的朋友 水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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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有个印象 就是说 是男的还是女的 带美国护照 好像女的不要钱 然后 然后美国护照也可以进去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点这种 爱国贼的行为 有点这种就是觉得好 很多那个EVC啊什么就好像很吸引 那重洋啊 对有点重洋 还有呢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就是纯听音乐的 比如说一个地方叫音乐城 那边没有跳舞 可是那边的那个 哇 内容真是棒到极点 哦 当年在那边演出的人啊 陈志远老师 陈志远 他弹kibo 是 然后鼓手 黄瑞峰 小华 对 对 然后贝斯手是阿娇 阿娇 吉他手是MASA MASA MASA 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知道 不是黑社会那个MASA 对 对 对 抱一个 他都是谁 抱一个 我现在还是音乐协会的 真的吗 好 你有录工会啊 要要要 好 主唱最厉害 是 苏瑞 哇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啊 存钱不只是去跳舞 我们还要存钱去看表演 学习 像在那边音乐城啊 你看那个时候多久以前 最少二十几年以上 嗯 二十几年对 六百六一次 好贵哦 哇 那时候跳舞 差不多也都五六百块 所以我们每次去玩一次 就要停一阵子 去玩一次就要停 大师血 我记得 我们要去跳舞的时候啊 就算衣服不多啊 也要准备一两套撑头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转大人啊 就是我从 我初中毕业念工专嘛 那时候刚进工专 还是平头 可是有一套西装 因为我姐姐结婚 所以我有一套西装 然后红色的马靴 有有有 前面有金边的 香金边 对对对 后面还有金边哦 对对对 帅不帅 那个都在中华路定做的 对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镜头 如果从脚上戴就很酷 尖头削 然后一直往上 翻领西装置 平头 平头又碎掉 对啊 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朋友 还戴假发去跳舞 真的 有些朋友 戴假发跳舞的啊 如果差不多同年龄 然后 比如说刚从成功里下来 或者在念专科的 只好戴假发 那 然后 要打扮哦 后来慢慢慢慢 比如说我们跳舞的时候 我因为后来走这个动感路线 所以 複子啊 常常被我 劈腿劈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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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跟包家兄弟这么好啊 不说 哈哈哈哈 那是我个人的语言 我没有在 电视频前面表演 你以前在跳什么舞啊 我以前 我我个人 比较喜欢的就是disco 怎么跳呢 所以你们说什么rock啦 什么那些 那时候很多啊 disco有几种动作嘛 譬如说排舞的了 后来比较流行的是日本式的 甩手 甩手甩手 甩手甩手 然后跳起来 踢个腿 哦对对对 进去 哦 很厉害 哇塞 会 会很会 很会 哇 后面就没有 甩手 对甩手是比较流行 然后几个朋友在一起 甩手还要一直 对对对 然后他马上要接 这边跟着甩 甩手 对对 哇 都会啊 好会 这是甩到最极致的 刚刚没有甩到中间的 他那时候都是跳julibar 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慢舞 跳完的时候 因为慢舞一跳完 大家就慢慢闪了 对 然后刚开始放快舞的时候 舞池里都还没什么人 人家给他冲上去 先甩 然后一起来 屁股一夹 就知道事情不对 好那身为一个Rocker 一定要会喝酒 请问喝酒这条路上 你走得顺利吗 哦 早期啊我喝的是不归路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的名言就是要喝就要吐 你很硬 很恐怖很恐怖 为什么要喝成这样 然后当然不是一定要吐 可是我觉得喝酒就是要很猛 要很狠 不一定要逼人家 可自己一定要来我先喝 哇 要到底就对 要到底 常常比如说那时候 刘天剑啊 你天剑 你天剑 洗个汤啊 那时候 有些什么这些活动啊 洗酒啊 就我们一起去 然后回来 刘天剑就扶着我 鱼妈 阿丁回来了 我妈说到底谁结婚呢 你干嘛靠成这样 开心吗 我以为 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猛很爽 然后来这次到了 我我我记得是出唱片以后啊 之前学校就有一次喝得很不舒服了 他就上面有一次 实在是影响工作了 第二天 我觉得可能也是 慢慢年龄增加了 你知道那时候 我在学校快毕业有一次喝高粮 三大两小 三瓶大瓶 两瓶小瓶 小朋友喝 不喝就 哎呀学长先干 先干 然后喝完还晚上还去补课 补课就已经过来不行 好不容易上完课 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 哇想吐了 先吐这边口袋 口袋装得了多少 再吐这边 在公共上 在公共上 好下车 不行 好难过 坐坐计程车 车子一抖 哇 哇就这样一路到了家 就是你回到家 我想回家 不能让我爸妈看到 你就在家门口 先把它搞一搞 然后一回家就 妈妈我回来了 就这样一路洗澡 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 第二次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渴很渴 嗯 想喝不知道想喝什么 先喝水 不对 干嘛 喝点沙士 哎呀不对 玉米汤 哈哈哈哈